北海岸以美丽的海岸线而住民 每到假日都涌进不少游客清水游乐 近来因为环保意识的抬头 许多来到北海岸游玩的旅客 以及地方团体都注意到沙滩与海岸线清洁的重要性 纷纷举办浸汤活动 而就在这个周日 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号召200名 拥有水费潜水证兆的志工共同来进海 在野流海王新码头举办 北海岸水中清道夫清理水底垃圾的活动 希望唤起各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视 那我们在管理处在这几年都推广 请大家踊跃来进滩 那成效也不错也获得很大的回响 那就有人也有很多潜水的客 潜水游客来跟我们建议说 其实海底海蛮脏的 所以我们就有的构想是来号召 这个有志的这个潜水人员 在6月19号到海那个野流海王新码头 附近的海域做一个水中清道夫的活动 而北关处表示在活动贴上网不到10天的功夫 200位志工就已经报名结束 显示民众守护海洋生态的决心 而这次的活动将连同北关处处长陈美秀 共15位已经取得水费潜水资格证照的北关处员工 与志工一同潜下海要来为海底做清洁 潜水活动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游戏行为跟活动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一些国际证照 所以我们当时在报名的时候是在10天内就已经报名截止 所以我们现场是没有报名 那如果有未来想要参与的部分 我们应该持续会推 那就这次没有报名的话 那可以下次来参加 未维护海岸环境 北关处也完成操作简易的 我爱浸滩网络预约制度 成功引导游客办理自发性的工艺浸滩 但只有岸上干净还不够 下一步北关处锁定海底也要清洁 在周日水中清道夫活动宣告启动之后 未来将比较岸上浸滩 鼓励号召潜水客一起来进海 清除水下的渔网及垃圾 借此让北海岸整条海岸线岸上海底都一样的亲近 记者李佑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道